最近的一两年,芯片行业可谓是动荡不堪 除了老旧工艺需要升级迭代以外 新的工艺仍然处在难产阶段 而这所有的一切同样也影响到了作为行业巨头的台积电 其余前段时间所宣布的建设新机缘厂 以及全新的3nm工艺目前也已被推迟 而为了保证应有的竞争性和运营策略 目前台积电已宣布将于2012年Q1季度期 提高芯片代工的整体价格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,就跟着超级客,来看看吧 其实放眼全球来看 在芯片领域,台积电的地位一直都是举足轻重般的存在 而与之合作的厂商不乏包括NVIDIA、AMD、Intel 以及苹果、高通、联发科等行业内的领军企业 而他们也几乎占就了高精尖端科技板块中的大臂江山 所以台积电的每一次变革和调整 都完全可以用地震而自来形容 对于在今年早些时候,GH&NK报道 台积电已经预告了其下3nm工艺 以及升级5nm工艺的技术细节 其中3nm可使芯片性能提升10%到15% 同时可降低25%到30%的功耗 此消息一出,苹果和英特尔立马先行了一步 直接爆冷了台积电3nm的绝大部分产能 正所谓得工艺者得天下 而要向自己的产品获得较好的向能力提升 制成工艺就是重容之中 也正是因为如此,英特尔才敢在架构日上公布多项技术升级 然而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 GCK Alpha的消息表示 由于受到异性影响以及原材料短缺等多方面因素 目前台积电的3nm工艺已经被迫延期 时间大致会推迟4个月左右 根据UDN的消息表示 除了新工艺延期以外 目前台积电已经通知各大客户 旗下的晶片代工价格将会做出全面调整 具体来看 其中12nm、16nm、28nm以及以上工艺将会上涨10%到20% 7nm和5nm工艺将会上涨5%到10% 而40nm以上及其8寸晶体将会上涨20% 整体来看,平均涨幅在15%左右 同时根据目前台积电的营收数据来看 约有49%的收入来自于7nm和5nm工艺 而余下的51%则是来自于传统工艺的分配 至于目前的7nm、5nm产品 被大家广泛所知晓的 则有AMD的RX6系列显卡 PS5、Xbox Series XS、高通骁龙888处理器 以及即将问世的iPhone 13 换句话来说 此次的成本上涨将会直接影响到以上产品的最终售价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NVIDIA RTX40系显卡 由于是换用了台积电的5nm工艺 所以涨价是在所难免 看来玩家们想要购买到原价显卡 将会越来越遥远 最后据Eddy Saia分析表示 此次的台积电工艺涨价将会为其带来55%的毛利润 并最终超越英特尔 所以各位玩家们对台积电的此番涨价举措 是持何种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在门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